没想到第一次见到黄金蚁以后竟然是在这种情况下见的面 没错,黄金蚁全军覆没了 我说这两天怎么总见不着他们出来转悠呢 今天打开月子一看连蚁后都没了 看见没,这个就是黄金蚁的蚁后,可惜了 本来呢,这次黄金蚁的全军覆没啥奇怪的 因为这玩意儿本来就不好养 可问题就出在我给他们拆一巢的时候 突然间我就摸到了一个热乎乎的东西 一开始呢,我还没太在意 可当我看到这家伙到底是什么的时候 我鸡皮疙瘩地掉了一地 没错,这个东西也就是前两天我喂水柴的水质 其实上一次我为了让水柴吃到水质往缸里放了不止一条 奈何这水质狡猾得不得了 好几只都钻到了石缝里 我是一顿找都没找到 看当时给这鱼吓的 我当时本来以为他们也就能在水里待着了 所以就没有再管这事 可谁承想他们竟然爬上来了 我现在严重怀疑这群黄金蚁是被水质的粘液给集体粘团灭的 还有更疑惑的是 现场除了一只蚁后和几只病以外 再没看到其他的蚂蚁 再看看这个已经浮肿到变形的水质 我的怀疑是他把蚂蚁给吃了 最后在费劲巴力的把窝拆掉后 终于又发现了另外两只水质 难道这蚂蚁就制不了水质吗 等下次我给他钉在椅窝里 看看他还怎么跑